公元220年 是中国东汉末年汉先帝建案25年 当时全国的形势比较复杂 汉先帝虽名为东汉皇帝 但实际上国家已经被曹操、刘备、孙权切分成三个部分 微属无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 如果从人才更替的角度看 微属无三国在220年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尤其以为 数两国损失最为严重、为国落幕的人才220年 为国去世的人才有曹操、夏侯敦、承郁等人 曹操病逝 曹操无疑是三国时期 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帝王之一 三国时期虽然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但平心而论 综合各方面表现 尤其是能力素质方面 曹操应该能派到第一名 常与之相提并论的刘备和孙权 从个人能力方面都照比曹操稍心一筹 曹操是三国时期最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 古往今来在这四个方面都表现出色的帝王将相真不多 政治方面 曹操写天子令诸侯 始终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 总是压着其他割据势力一筹 包括刘备和孙权 军事方面 曹操一生征战无数 甚至直到临去史时 仍旧在指挥战争 他以一人之力举兵气势 打败了吕布 袁绍、张秀、马超、韩岁等众多军阀势力 并远征乌环 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 用兵极其灵活 治军极其严整 特别是识人用人能力更是遗留 所以曹操一生军事成就巨大 文学方面 曹操的诗歌散文造诣极高 非常善于借助诗文 抒发自己的政治报复 诗歌的气魄雄伟 独来令人侃叹 书法方面 据诗在曹操书法造诣也很高 唐人书评称 曹操如金花细落 遍地玲珑 境遇分辉 羊若璀璨 曹操常语书法家中有 梁胡 韩丹淳 唯淡 孙子京等人切磋书译 可惜的是 曹操传世的书法作品极少 所以他这方面的才能 只能从侧面证明 曹操的去世 无疑是曹魏势力的最大损失 还好他的儿子能力不弱 撑起了他留下的事业 大将夏侯敦去世 夏侯敦是曹操手下名气很大的一员大将 从曹操一起兵开始 夏侯敦就追随曹操征战四方 曹操逐渐有了自己的地盘后 夏侯敦多次为曹操镇守后方 曾率军民阻断太寿河水 筑杯塘灌溉农田 使百姓授意 功勋卓著 历任折冲校尉 济英太寿 建武将军 官制大将军 冯高安向侯 历史上传言 曹操疑心极重 常控身边人可能会害他性命 但对夏侯敦却格外礼遇 夏侯敦是极少数可以不经通传 就可自由进入曹操卧室的人 220年 曹操在1月份病估后 没多久到了4月时 夏侯敦也病逝了 曹批次骑士号为忠侯 后来还给予其配向太祖妙庭的殊荣 智囊承玉去世 承玉是曹操手下几位大谋士之一 承受评价曹操手下的几大谋士时 是这样说的 承玉 郭佳 董昭 刘烈 讲迹猜测谋略 是之骑士 虽轻至得业 书屋寻忧 而筹化所料 是齐伦也 可见 至少在陈寿眼中 承玉是曹操手下五大谋士之首 并夸赞其为奇才 承玉的缺点是性情刚厉 与人交往常得罪人 因此曾有人向曹操诬告承玉谋反 曹操却根本不信 反对他更加后代 220年 曹批进锋80岁的承玉为安湘侯 不久后又要进锋齐为三宫时 承玉却病逝 曹批为之流涕 追赠齐为车企将军 后来也得到从似于曹操妙庭的殊荣 蜀国落幕的人才 220年是蜀汉非常悲催的一年 这一年蜀汉不仅丢了战略药帝荆州 还成了大将关羽 黄忠 以及第一谋士法政 刘被避绑关羽世事 关羽在三国时代绝对是一流名将 也是既有文涛又有武略的一流人才 更是刘备最为倚重的铁杆兄弟 可惜这一年关羽却被东吴打败 并被杀死 关羽一生的世纪广为人知 战绩辉煌 但荆州的丢失和关羽的被杀 也成为蜀国战略发展的最大转折点 这个变故直接导致蜀无联盟破裂 导致蜀国的怡龄之败和刘备的病逝 这使得蜀国的力量直接被削减将近一半 为后面蜀国的发展制造了巨大的困难 也直接搞砸了诸葛两出 茅庐时设定的龙中队策略 五虎大将之一的黄中病逝 黄中是蜀国重要的大将 归降刘备后 成为蜀汉五虎上将之一 在刘备夺取一周时 黄中与卓英率兵自家盟向刘彰进兵 在战斗中 黄中永冠三军一路达到福城 后随刘备攻下民族 收响李延 费氏等人拿下成都后 刘备封黄中为陶鲁将军 黄中最辉煌的战绩 是建安二十四年 在定军山斩杀了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渊 帮助刘备取得了汉中 刘备称汉中王后 黄中被任命为后将军 加封关内侯 可惜第二年黄中便不幸病逝 黄中 关羽的去世 无疑是刘备刚有起色的事业 遭受巨大的损失 蜀汉第一谋臣法政去世 法政是刘备帐下后期的重要谋臣之一 刘备能够拿下一周 法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刘备占据一周后 法政被任命为蜀郡太守 杨武将军 期间 法政与军师将军诸葛亮 招文将军一级 左将军西草院刘八 杏叶将军李延五人一起制定了蜀科 有力地稳定了蜀汉的新局面 法政的另一个比较大的功绩 就是帮助刘备用计拿下了汉中 使刘备的事业达到了顶峰 当时刘备的势力包括荆州大部分地区 以及一州 汉中几乎可以匹敌曹操 只可惜 法政在拿下汉中后的第二年便病逝了 享年只有四十五岁 法政的司令刘备非常悲伤 追视其为义侯 是刘备时代唯一依未有嗜好的大臣 陈寿胜赞法政善用其谋 才是可比曹操帐下的成谕和国家 先著传说 诸葛亮为骨功 法政为谋主 法政比诸葛亮年长五岁 二人脾气秉性虽有不同 但都能以公事大意为重 二人配合也比较和谐 当时诸葛亮主要负责后方的政务 保障钱粮供给 法政则常随军处征 负责筹划军事行动 刘备以灵致败后 诸葛亮感叹 法效直弱在 则能至主上 并不东行 就复东行 比不清威仪 可见 法政的去世 对刘备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东吴损失的人才 二百二十年对东吴来说 也是一个人才损失比较大的年份 这一年东吴名将吕蒙 干宁 蒋亲等去世 大兜都吕蒙去世 吕蒙当时在东吴的地位是极高的 属于孙权特别倚重的军事统帅 周瑜和鲁肃去世后 吕蒙便成为东吴重要的军事统帅 被孙权封为左护军 虎威将军 大兜都 吕蒙参与东吴大小战士多起 与卫属军有交战 特别是建安二十四年 吕蒙用白衣渡江至继攻取荆州 杀掉了关羽 为东吴立下大功 可惜第二年四十二岁的吕蒙 便因疾病发作去世 具体是什么疾病 并没有记载 有后人猜测 一种可能是染上瘟疫而死 另一种可能是常年征战 导致鸡劳成疾而死 甘宁 蒋亲之死 甘宁是东吴名将 西陵太守 折冲将军 归顺孙权后 甘宁守西陵 秦朱光 率百余人夜袭曹营 立下赫赫战功 孙权曾说 孟德有张辽 故有甘心罢 族相敌也 他为人仗义书才 深得士族拥戴 被承受圣赞为江表之虎臣 也在二百二十年病逝 蒋亲也是东吴名将 被封为荡寇将军 领入虚都 后来官拜幼护军 典领辞诵 被承受圣赞为江表之虎臣 讨伐关羽 处理完善后 蒋亲回军途中病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